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是看到它打这个 一打水雾这边特殊的折射 就会出现彩虹 我们看看彩虹跟着我们走 这种感觉 彩虹啊 你看这种彩虹多漂亮 而且这彩虹可以跟着你走 这个字非常的漂亮 不同的折射出现了彩虹 有一道光 有一道光 你看你退后 这个彩虹也会退 你前进这彩虹也会前进 这就是人工彩虹 折射折过来 我原来以为就这地方能够出现的 结果前后走都可以出现 这多漂亮 我也走 彩虹也走 所以这就是一个晨练 带来的一种快乐 晨练是我们快乐 是我们健康 音乐是我们年轻 所以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是非常的重要 走一路都有彩虹啊 啊灭了 关了 看不到彩虹了 但是我们也不会伤悲 谢谢 谢谢你建建立的这个彩虹 我们看到了 我们很快乐 很开心 Gateway for Lace 出租的 刚才见到了人工制造的这种彩虹 工作人员是 我提醒他 他说哦彩虹 他打在这个角度 看来我们每天早上八点都可以 都可以来看彩虹了 出现这种彩虹 但是人间那个 天空出现的那种彩虹 出现的那种折射 我们也是 看到过 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的不同的彩虹 在夏威夷 在加州 加州的圣地亚哥 在德州 德州南部 麦凯伦 然后是在佛州 佛罗里达 还有在内布拉斯加 内布拉斯加我们也是看到了彩虹 所以 有很多地方 很多州啊 我们都 看到了彩虹 所以我们是 有多么的幸运 人们常说 你有多努力 你就有多幸运 所以 有些事情我们要 能够自己能够做到的 我们要一定要去努力去做 有些 不要强违 要判断出来 这个 是可以 失去的 我们就果断的去失去 去做一些 为自己梦想助力的事情 而不是损害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损害自己洪荒之力的 事情 人生 最重要的是舍得 李教授讲那个 极简主义 生活上 要求极简 没有追求那么多 没有 那么多的奢求 这样的生活 就会变得相对的简单 美好 你看 路边这个花 它自己也有自己的 生命啊 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也有自己的快乐呀 繁花似锦 你 花朵 你真漂亮 你真漂亮 多么美的花呀 你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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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漂亮